这个就是欧洲传说中的拆迁 我现在看不出来这是欧洲的强拆 还是欧洲的正在建 看起来样子好像是在拆 或者在装修 它这个桥啊 你看到了吗 这边都有一个座位 可以让人坐 我觉得这个设计很高端 但是上面鸟屎实在是太多了 谁敢往上坐呢 这是问题的关键 这道河是真好 我想到了威尼斯 他们有人说呀 这个地方是什么小威尼斯 有人说根特是小威尼斯 这小威尼斯太多了 其实你想一想 威尼斯是什么地方 那是一个靠海的城市 威尼斯那边就是地中海 连着的爱心海这边 这是一条都是连着的 在这种情况下 你即使这个城市污染的 最厉害就是排水 排到污污的东西再多 它也能排到海里 而且它那些都是那种水道 所以水呢 不会特别脏 当然也不会特别干净了 因为它经常往来排污 但是你其他的地方 你想去学威尼斯 那是开玩笑 因为你学了 除非你有一个良好的排水系统 就是有一个强大的 这么一个补给 否则的话 你想去搞威尼斯那一套 是很难的 你看看这边 水啊 其实都不是很很很那个 很清凉 有点发绿 但是呢 你看虽然说水是发绿的 但是水里没有垃圾 看着了吗 就是说这个树叶什么的 可能掉到水里 引起了一些所谓的变化 但是它不会人为的往里排东西 我记得我曾经到这个维也纳的时候呢 看了它那个多脑河 我说那个水是真清亮 我都想喝一口的这种感觉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你一看的话 能看到那个水的底下 但是这边的话呢 想看底下是很难的 哎呀 我觉得它这个房子修的是真的很棒 它不会 它不会这个 漏水吗 我就喝去 这种砖的结构真的能防住水吗 因为我没有在这地方住过 不太了解